大家好,欢迎来到陈子乐园 今天,红组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惊喜玩具呢? 毛毛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面包超人的饮料贩卖机 看一下会买到什么 饮料贩卖机调出来了一个精灵宝贝球 这是用来抓宠物小精灵的重复球 让我们来看一下,抓到了什么宠物小精灵呢? 里面钓出来了一只喷火龙 接下来,帮帮队的阿琪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饮料贩卖机 这是凯蒂猫的 上面有苹果,还有粉红色的凯蒂猫 看一下会买到什么呢? 哇,饮料贩卖机也钓出来了一个精灵球 这是精灵球里面的超级球 来看一下抓到了什么精灵宝贝呢? 原来抓到的是暴鲤龙 接下来,狂狂队的小丽 也给我们带来了面包超人的饮料贩卖机 让我们来看一下,会买到什么呢? 哇,饮料贩卖机也钓出来了一个精灵宝贝球 这是高级球 看一下会抓到什么精灵宝贝 太幸运了,我们抓到了皮卡丘呢 接下来,狂狂队的灰灰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饮料贩卖机 哇,这里面有苹果汁 橙汁还有茶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会买到什么呢 哇,是精灵宝贝球里面非常厉害的大师球 那这个精灵宝贝球,什么宝贝都可以抓到呢 太神奇了,它居然抓到了超梦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们抓到的精灵宝贝 首先是毛毛的喷火龙 那你们知道,喷火龙是由什么精灵宝贝进化得来的吗? 这里面一共有六个种类呢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是一只火属性的精灵宝贝 喷火龙的全身好像被火焰包围着 两个翅膀好像在飞翔一样 旺旺,毛毛好喜欢它的喷火龙啊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阿琪抓到的精灵宝贝 包里龙 这是一只很凶猛的精灵宝贝呢 它全身好像被水包围着 长大了嘴巴 它这个时候正在发动它的必杀机 龙之舞 看起来好酷啊 阿琪抓到的精灵宝贝好特别啊 小丽抓到的是皮卡丘 太幸运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皮卡丘 它是一只电属性的精灵宝贝 皮卡丘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然后再发动它的必杀技 终极福特狂雷赏 它的全身被闪电包围着 小丽好幸运啊 用大师球抓到了宠物小精灵皮卡丘呢 接下来是灰灰抓到的这一只超梦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它是一只精神系的精灵宝贝 这就是传说中非常厉害的精灵宝贝超梦 它在发动它的必杀技 练力 可以打倒好多的精灵宝贝呢 那以上就是今天 王王队抓到的各种精灵宝贝 你们最喜欢哪一只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